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种幸福 不管是蛋糕上海菜还是下面的花旗生经营 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成功 1980年代起就踏入深容海味行业的黄美宝 在这个行业经验相当的丰富 位于温哥华的门店虽然才开业两年专营花旗生 但是它有着极为专业的眼光和行业经验 尽管起步是比别人晚 但是花旗生已经远消很多地方 来自广州的黄美宝 两年前在温哥华开办了自己的深容行 它采用加拿大和美国的优质花旗生 经过仔细的加工分类再推到市场上 它自己制作如何用花旗生烹饪食品的视频 上传的网络上为自己打开了广阔的市场 黄美宝出生于深容行业的家庭 父亲早年就带着一家人从事深容行业 黄美宝则是1989年持续工作 帮忙家族的深容生意 后来成为家族生意的主要经营者 积累了丰富的经营深容生意的经验 但是黄美宝并没有打算在移民之后继续从事这一行 移民初期他去学习英语 也结交了一些朋友 喝茶聊天逛街 几年时间过去了 他觉得这样下去实在是虚度人生 就着手在这里开辟新的事业 那时候儿子刚开始把英文过了 他的英文可以了 那我感觉我的生活也应该走到那个正部上去了 应该是开始要工作 想想年纪还不算大 那要给儿子一个榜样 那于是我老爸经常叫我 他说你做了三十多年的生容 他说你为什么来到加拿大不干 不干回你的老板行 在父亲和朋友的帮助之下 黄美宝决定在温哥华重新开始经营 以花旗参和海参为主的身容生意 他知道北美的花旗参品质比较好 所以他的商品定位只是经营北美的花旗参 在儿子的帮助之下 他亲自找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花旗参产地 现场查看商谈购买 我要做花旗参我就要把北美的花旗参农场去调研 因为调研是一个做生意的基本 于是我就跟家里人我儿子我老公他们都去 我们都去农场去那边调研 于是在农场里面了解了所有花旗参的运作 生长还有他们的产量他们怎么找到好的质量 那质量就要凭我30多年的经验去看 因为花旗参来的时候就是一整箱整箱给你看 他不是每一个倒在地上给你慢慢挑 我们是批量的要选购 所以要跑了好几家的农场 质量要挑选的只是一点 所以我所有的产品都不经过别人的手 我都经过我自己的精心的那裁剪啊挑选 每一关都要经过自己做 我老爸几十年叫我们做生意重要要诚信 诚信之后你就要质量要把关 要把好的质量每一次都不要贪心 一定要做质量好的东西 把握好商品质量固然重要 但是深容行业在温哥华也有别人在经营 多少也有些市场的竞争 华美宝现在才开始经营深容行业 比别人晚了一步 那怎样才能打开市场呢 买了这个店下来之后 我那时候以为很容易做的 北美生意以为原来很容易做的 但是不是那样的客人很零散的 北美中的生意市场 那个客人很零散的 那你想做开来 要不你就去做广告 要不你就要想一个能够宣传的那个方法 但是做广告的话呢 我们刚开的店我也不想 就是把钱浪费先做广告 让他一步步稳下来才去做 那完了之后我就跟儿子想 那做什么好了 那我就浏览那个网络 去网络那里寻找机会 那后来看到了就好像可以拍一些视频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懂那个深容姿势 那样的知识 那我就后来就把我自己想的 会的懂得我都拍一下片 黄美宝决定从网络上去扩大影响 打开销路 他让儿子为他拍摄视频 由他自己介绍花旗参和海参等商品的烹饪方法 当他把这些视频上传的网络上 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华人观众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成为了他的顾客 那个量很大 每天都有不停地伸上来的观众量 那好开心 现在海参 花旗参是比较一个很好的营养品 也不算太刺激 也不算太补的东西 现在这代人很喜欢吃这些比较平和的营养品 他们不会做 不会做的时候 他一看了一个这么长期的一个泡发过程 让他们不用再去买一个自己感觉不到质量的东西 所以他们很高兴发自内心的打电话给我 我们现在那个邮寄的生意量就60% 完了之后就经过他们觉得东西好 又推荐他们的当地朋友 他们当地朋友就来买了 之后当地朋友又介绍别的朋友来 那慢慢就他们来了有很多的客人 有了客人还得留住客人 产品品质上乘才是留住客人的关键 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从自己挑自己修剪 这每一个部分都告诉客人你买的东西 每一个关都是你放心地吃 中间我们不允许有一点掺杂 不允许那个质量有不好的放在里面一起卖 所以客人是不懂的 但是你要跟他保证你的东西一定要过关 他才放心 不像你买一个跨装品或者衣服不喜欢可以扔掉 这些是吃的 你真正要做到北美专业的市场的生意 你要自己加工的话 是一个很累的一个过程 做这个手工的壳 是每天做到这个背 这个肩很痛的 因为我们修剪 修剪这个生的 每一个生要修剪的过程 你都要专业 你看这买一个生回来 你要知道哪部分修起来才是根部 我又要把那个所有的好的东西要介绍给客人 后来我就把这些的食谱 我要自己写 把自己的所有经验都推销给客人 他们就很开心 黄美宝的店面不算很大 但是经营一年半以来 每次的进货都能卖完 他每天忙于花其身的剪切加工和邮寄货品 虽然有些累 但是他感到很充实很开心 现在他正在思考 如何把温哥华本地的市场进一步扩大 他深信 以他的商品品质和他已成待人的本质 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有人说世上没有白走的路 是的 每一步都是在播种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要做好每一件事 走好每一步 希望东西两岸继续努力 携手为观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移民故事 我们下周再见